小孙在浙江一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订了一辆麦腾轿车 订金是3月5号支付的 他说3月11号提车时发现 Sys店准备交给他的这辆车 前后悬挂后排的位置 有一些没有撕干净的粘胶 在车牌上有那个不干胶 然后它的那个车膜塑料膜这些全部都被撕掉了 新车的话那些塑料膜都是在的 然后车牌前面的车牌前后 那些不干胶是不可能有的 小孙介绍发现这几个问题之后 他怀疑Sys店把店里的展车卖给了他 怀疑之后怎么确定了呢 确定是他们那个销售说 当时就跟你说了只有一台车 那这台肯定就是样品车 我说当时你跟我说的是有一台新车 我不知道那台车就是 你这台新车你没有跟我说就是这台展车 就是新车的价格去买的 那你当时不告诉我是样品车 我心里肯定不舒服的 样品车的事情我们肯定跟客户之间讲清楚的 最初接待小孙的销售员介绍 客户第一次来看车时 同配置的车型只有一辆 客户看车的时候他就询问我们 说这个车还剩几个车子 包括客户来店之前也问过我们电销专员 说这个车子还有几台现车 我们当时告诉客户我们只剩一台了 客户在第一次离店的时候呢 他还说我跟他讲如果你今天不进可能最后一台车子就没有办法给他了 那他有没有跟你说店里就剩一辆这款车 他说有 他没说就是没说是这辆车 那有没有跟你说过就剩一辆车 这个说的 你当时有没有问他剩的那辆车是不是这辆车 没问 怎么没有直接跟他讲这就是你要买的那辆车 我当初说的事情是这样子的 我说现在店里还剩最后一台车子 那么你省你的价格就是这台车子 生长时间是多久的 多久之内进我们展厅的 我实际上就是已经告诉他了 销售说除了告知过客户店里只有一辆车 客户还知道这辆车的后备箱当时是打不开的 客户提车前还专门发消息让他们处理好后备箱 他认为客户知道自己要提的车就是之前看的展厅里的车 他到处看的时候跟我说为什么后备箱是打不开的 那我说这个是因为没有做过 因为新车在销售之前没有做过PDI的检测 就是我们系统没开嘛 所以电机的电压是打不出来的 是这个问题 然后客户在提前一天提车之前 还问我们销售顾问说这个车子后备箱 帮我再确定一下能不能打开 这个在聊天记录里面大家都有记录的 我发那段话的意思是 当时他说这个车就是后备箱一开始都要去充电 所以我的意思是把这个新车的后备箱先给充电充好 然后车列往这些都开通 你是让他充哪辆车 新车 哪辆新车 就是我要提的车 你以为这批字或者这款车都有类似的问题吗 对 小孙坚持认为购车钱 CS店方面没有明确告知会将展厅的车卖给自己 要求补偿3000块钱 CS店这边认为已经充分告知 不会同意补偿方案 截至发稿 小孙还没有提车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